大家好,我們是六年一班TFC,一起成立幸福小組 我們到學校旁的社區公園去看看 老人們都在做些什麼,需要什麼幫助 發現老人們給外傭推出來公園曬太陽後就在一旁發呆 所以我們希望能幫助社區的老人開心 並和年輕一輩的我們有更多的接觸 和社區內的阿公阿嬤共度歡樂時光 就像在家和自己阿公阿嬤一樣自然幸福 所以我們到社區跟婆婆做一些交談 我們討論出連結的方式 也勇敢的拜訪復興里里長 希望透過里長的幫忙知道這件事情的可行性 也告訴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 另外也請里長協助我們宣傳 讓更多社區人士參與 跟里長談完後我們很開心 因為里長覺得我們的行動非常好 也能增加大家對文化國小的認同 開心開心 接著我們利用老先生跟老太太的 早上成日的時間到錦麟學校的公園發傳單 然後這個經驗很特別 因為我們會試著跟其他的老朋友說話 而且講的話要他們聽得懂 有時候要講很多次很大聲 可是我們要很有耐心 為了讓更多阿公阿嬤可以快樂參加 我們也利用了假日的時間 去同隊的隊員家做點小點心 並試著煮出水煮蛋 預備分享給社區阿公阿嬤 我們希望他們又有參加又有得拿 度過快樂的時光 為了表現更好 我們利用下課時間和午睡的時間 做了好幾次的練習 我們總共準備了五個節目 最後還請今年級的小朋友 一起跟我們去表演 讓阿公阿嬤們可以覺得文化國小的小朋友們很棒 在表演當天 雖然有兩位隊員因生病而請假 有點小遺憾 不過我們其他的人還是努力的把這件事情做好 當天還有頒上其他小隊同學的幫忙 讓活動順利完成 我們做DFC的過程是 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 也失敗了很多次 但我們這一組的夥伴都很努力 大家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不氣餒 主題換了好多次 終於到了關懷老人的主題時才成功 因為我們非常團結 所以這一次才能把不可能成功的大挑戰完成 我覺得自己很棒 在這次的體驗 我發現有許多的爺爺奶奶很孤單 沒有家人的陪伴 所以我們代替她的家人 讓他們感到快樂 希望他們之後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在這次的活動中 我學到團結的重要 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 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長輩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讓他人感受被關懷的感覺 被關懷的感覺 只要我們討論並 手不要轉 好 只要我們討論並試著解決 就能成功 Yes I can 一開始討論的時候 我們一直處在混亂當中 因為大家的意見一直多到塞進來 在過程中我變得比較善於表達 人際發展也變得比較好 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 根本做不到啊 然後做了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可以做到耶 在這次的DFC中 我知道團結合作是多麼的重要 只要有一個人不團結 整個舞蹈就會亂 而且經過這次的表演 我也不怕生了 我阿公阿媽這一次也來共同參與我們的DFC 他們都覺得我們五年級的小朋友 可以做到這樣 關懷社會老人 真的是非常值得讚賞 YES WE CAN DO IT